我們的早餐呢 一樣是可頌家裡的飲品 and 就是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穿了一個很像要去度假 但就是沒有要出門 在 處於這個狀態已經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了 很難想像我在5月12號 還跟老公去拍婚紗 然後突然之間好像世界就大變 一下子就一個月了 不知道大家在這一個月過得如何 有一方面也想跟大家加油打氣一下 你們不是孤單的 現在相信每一個人的狀態就是會有很大的變化 然後也都很努力的在讓自己的生活維持在正常的狀態 我來跟大家聊聊我這一個月在幹嘛好了 這一陣子呢有個老公把我們家的客廳做一個大整理 然後之後也會跟大家分享就是整理前後的變化 確實因為疫情 我又是在家工作著 稍微有一點沒動力 就會覺得 反正都這樣也不能出門 我不如就趁這段時間好好休息 好像是好的狀態在工作 但是這是一個持續性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就是最近都沒有辦法出門運動 在家運動的那個動力也會減少 不過還是有啦 就是也是非常感謝我的健身房 之前運動的教室都有推出一些線上的課程 就是讓我們在家還是可以持續的做運動 就是非常感謝他們 然後也很久沒有穿搭了 對就是每天都穿一樣 就是牛仔褲加T恤 幾乎是這個裝扮還是會稍微打扮一下 在家裝可愛然後我老公就是傻眼 你防疫防到你的鬍子都長長了 對啊 我們在求生 求生藥 求生的樣子 我就是不管怎樣都還是要很漂亮 最近我們都吃哪些東西 OK 就是一個在家不知道要吃什麼的時候 冰箱有什麼就做什麼 我看到那個有一個米漢堡 我就拿他來炒飯 加一點蛋 兩個人吃 剛剛好 然後再加我們的雞熊肉 欸 這樣可以吃好幾餐耶 蠻好吃的 疫情期間也有自己煮 然後也有叫外送 好的 今天是5月29號 400多個確診 還是一個非常警戒的狀態 好的 我現在要去做晚餐 這個就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泡麵 在網路上其實超級多人分享 剛好家裡有兩包 我就要來煮 泡麵吃 我想要在麵上面放一點雞肉 所以剛好氣炸鍋就排上用餐 早安 今天是5月30號 我們起來的時候已經中午了 然後我們要吃早午餐 和餐 加上薯餅 讚 氣炸鍋是一個非常方便烹飪的東西 你們講的薯餅就是完全不用解凍 然後你直接設定185度 然後10分鐘中間翻個麵就好了 這裡是我們的屯樑區 身為奶茶控的我一定要有一堆奶茶 一些咖啡 這個超好喝 焦糖拿鐵 大概一包裡面4個吧 特價的時候買的 OK 不吃不吃的 烤茄子 還有海南雞飯 蛤? 這是海南雞飯? 對啊 它是海南雞飯煮飯的醬包 早安 今天是5月31號 我一直以為今天是6月1號 但是不知是5月31號 剛剛去7月31號才買了名聲必須品 就是衛生棉啦 引起冷靜啦 咖啡啦 就是一次買齊 然後突然下大雨 今天的早餐跟昨天一模一樣 你有發現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表情嗎? 因為我們就是客廳在整理 所以就是暫時先在房間吃東西 今天是晚餐 我們吃的是 鮑魚、蔬菜跟那個 松阪豬 松阪豬 然後還有蛋蛋飯 好豪華的一餐喔 是6月4號 6月4號嗎? 6月4號嗎? 6號 每天都過到不知道 今天是5號 咖哩飯&蔬菜湯 今天吃蔬食料理 早上泡對個咖啡 加一點牛奶 就是這幾天我們的儀式感 就是起來然後都很晚 打開我們的新聞 沒有錯喔 這些就是我們 就是居家的一個狀態 最近 相信大家就是都會 看很多劇嘛 然後在Netflix上面 像昨天呢 我就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 親愛的 那我每次選Netflix電影 我就是選超久 一定要選到我覺得 我很想看的電影 我才會看 然後我自己個人偏好的電影 是比較那種 文藝悶片 黃伯跟趙薇演的 親愛的 然後它是2014年的電影 它是一個改編真人真事的 我看完就會覺得 心情好沉重喔 因為他們是在講說 一對離婚的夫妻 然後他們的小孩 走失了 找小孩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是會講那麼多的社會議題 然後家庭問題 跟 關於愛 就是演員非常到位 然後也是看得很過癮 然後到後來 竟然發現是真人真事 你整個心就會覺得 天哪 怎麼會真實事件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這樣 對這是我昨天看的一個電影 就是叫親愛的 大家可以去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也有看了 我是遺物整理師 我覺得非常好看 我在一天內把它追完 吃飯時間 配飯吃 我們有看了轉學來的女學生 女生嗎 轉學來的女生 還女學生 她很… 人家鬼片 但我覺得女主角非常漂亮 就是很有個性的那種臉 可以每一集是分開看的 但有一些會連在一起 一兩集這樣子 就是分開看也不會影響 校園裡面會發生的一些事件 例如說霸凌 嫉妒心啦 或者是金錢啦 同儕之間的一些 就是議題 但有一些集數我覺得 就沒有那麼好看 但有一些集數很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對 我先分享這幾個電影好了 然後 這兩年大家都 應該就是都非常的辛苦 然後很不安 更在這個狀況下 就是我們自己的心要平靜 對 就是好好的 想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是 在現階段可以去完成的 就是去完成它 加油 對 就是一定可以撐過去 然後 自己的心要平靜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照顧好自己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掰掰 不對 再回 就只能這樣啦 你也不知道明天世界會變成怎樣 我希望 就是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吧 然後我們現在外面正在七遊七 還在七 還在七 還在七遊七 這裡